这次只要一到选举期间 火车站总是挤满人潮 距离2016总统副总统及立委选举不到一个星期 由于车程遥远加上车质昂贵 造成在外就学就业的族人返乡投票意愿降低 应该意愿会不高吧 因为回乡的那个车费的问题 在成功啊就是没有火车可以到 所以相对就是如果要坐到玉里的话 公车也只有三班 就是早中晚就还蛮尴尬的 如果坐到台东相对车质就更高了 族人返乡车票花钱又花时间 尤其交通成本过高 以台铁车票计算 普遥马号台北台东来回需要1566元 台北高雄之强号来回也要1686元 搭乘高铁台北到高雄更是要2980元 甚至还要再转乘公车或请家人接送 像是户籍地在兰宇的族人搭乘飞机 还需要多花1500元左右 车票不好买啊 机票啊船票都很难买 加上现在的天气都不稳定 有可能我到了台东 我飞不到家里这个都有可能 那你到台北台东的车机票也要四五千块 但也有族人愿意返乡投票 认为路程花费不是重点 因为手上选票 关系原住民族未来走向及自己权益 是会回去投票 因为我觉得就是牵动到原住民 我们自己原住民所有的利益跟权利 我是鼓励原住民应该要自己选择自己权利 回去支持你自己觉得站在原住民或者是对你有利的候选人 你要去想办法去用票去选择他 下很遥远 无论搭乘高铁坐船或坐飞机 转车再转车 造成许多在外族人返乡投票意愿跟着降低 有立委候选人录制返乡投票影片 鼓励族人返乡投票 上一届原住民立法委员选举 原住民投票率不到六成 远低于全国各区 约七成的投票率 对族人而言 除了鼓励返乡不在籍投票 或许是解决原住民投票率低的最好办法 记得南部打Q 新北市采访报导